欢迎收看地上金线 我是九尉思宗宜 今天我们要来帮特别来宾选车 因为其实在汽车的世界里面 大多数人都觉得男生爱开车 事实上女生女车主是非常多的 女车主的需求面 也许跟男性确实 有一些思考逻辑不一样 但综归来说 他要找一台安全的车 要符合自己需求 自己生活面上的车 然后有些朋友 他可能更希望有一点个性的 各式各样的选项 而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很特别 因为他自己的专长 也许离我们都有点远 他擅长国乐 对吗 我们先欢迎秋涵 大家好 我是小秋秋涵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在经营YouTuber 但是我以前是国乐手出身 我宣乐二十几年了 对 所以后来就 你的主秀乐器是 是琵琶 琵琶 然后我因为琵琶演奏上了木曜四超玩 所以就是现在开始转做YouTube 对 然后我的YouTube也开始尝试很多自驾 开车 然后越开越有兴趣这样子 越开越有兴趣 对 是因为真的在生活当中 车就是你的必需品 对 没错 你平常就是每天开 然后里程会很长吗 每天开我住中立 然后我大部分工作都在台北 对 所以我其实已经破十万公里了 对 五年 我开五年然后破十万 好 那我们先直接破题好不好 先来看 小秋秋涵 来 你今天带来你的车嘛 对 对不对 就是一台白小鸭 对 没错 白小鸭 颜色对 对 颜色 对色 而且都是中立人 没问题的 中立人 你也是中立人吗 对啦 太好了 开始有一点人气动气的感觉 究竟可以哭啦 没问题 可以 好 因为秀兰刚刚有提到说 车子也开了五年了 也破十万公里了 对 那这一台车 当时 这是你第一台车吗 对 我第一台 我自己买的第一台车 因为我五年前 原本是开上一代的小鸭 是小的那一台 然后很好听 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刚好在一个契机下 然后它那一年 2018年出了 然后我想说 我第一台车就买它吧 反正很熟悉 而且它变大了 对 好 然后空间感也我觉得蛮好的 那时候 对 那你买了这一台车之后 五年十万表示确实 你的里程各方面 然后是一个 使用频率很高的情况之下 跟它朝夕相处 听说你封它为最佳情人 对 因为我的工作真的几乎是都在 就我常常一天两三场工作 我很多时间会在车上 然后等待下一场工作的时间 所以我车上应有尽有 因为你也有自己的经纪团队 但不会有他们开车载你 就是你自己自驾吗 对 因为我给别人载我会晕车 所以我今天连去彰化我都自己开 就跟他们去任何地方 我都是负责开车的人 那你自己觉得技术好不好 非常好 老爹 老爹有坐过我车 老爹 老爹就还OK 然后他就说要载一下 其实我是有点害怕 因为通常我不太给不熟悉的女生在 是的 是的 但是他竟然呢 一个轨完出去 然后油门就给我全踩 然后转速就直接给我拉到六圈 其实我还抖了一下 他还发现 表示很有胆势 对 但是他 我跟你讲他呢 他有一个优点 观念正确吗 对 没错 观念正确 他在进弯前 我认为的那个刹车点 在提早 他就踩刹车 然后就 当然就很顺的过去之后 油门就不 又直接给我上去 所以我说他心脏蛮大颗的 心脏又够大颗 听老爹这样肯定就是技术也蛮不错 对不对 然后又爱开车 爱开车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车 你的车 之于你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经历或故事之类的 故事或经历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我是都在都市开它 但后来因为拍摄 像我有开去从桃园开到宜兰 是不是要开北恒 然后那个山路那些 我发现 就是他原来也可以开山路 然后他可以陪我去非常多地方 然后也陪我经历 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车上 然后就感情蛮深厚的 我觉得 对 所以我蛮 所以这台车可以看出你生活的痕迹 很多痕迹 很多痕迹 非常多痕迹 那车子身上有留痕迹吗 我的意思是看到十万公里 有没有成绩 不小心 怎么样碰撞 有耶 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其实就是之前有像他之前是满身伤痕 对 真的耶 这是自己造成了还是被 被撞 被撞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是从地下道上来 然后有一台机车就在一个静止左转的地方 他就突然左转了 然后我一个杀不住就跟他碰到了 然后可是因为当下他就是感觉有点就慌张 所以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他就这样吧 就这个一放就放一年 然后他开始录频道之后 大家就疯狂在底下留言说 赶快去修 他会绣进去 因为你一直放着不处理确实会出事 对 他就真的绣了 然后我就赶快就是在趁上节目不久前才去把它整理干净 美容了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确实就觉得 诶 蛮OK的吧 调整的感觉过得还不错 对 原来是已经整理过了 对 两天现在又开始自己心里面 稍微的 我想要不要换 顺盘一直在哭着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他上面留有很多你生活啦工作的痕迹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你刚刚打开前座 对 我发现 嗯 修涵的东西不少耶 很多 因为我除了是YouTuber 然后我有在国乐表演 我还是网拍模特 所以我的车子上会有非常多 就你的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 我日常 不好意思 吓到主持人 不好意思啦 不是 等一下 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说 可以看一下后座 发现我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你上面挂了很多衣服耶 对 超多的 然后因为我平常日常会有非常多衣服 然后还有 有时候工作空档 想要在车上休息一下 就会有该有的枕头跟棉被 还有很多的鞋子 又是休息室又是工作室 所以我其实空间 又是你的衣帽间 对 需要蛮大的 然后你就真的 就不会把他想要放到后面的 后车厢 也蛮多东西的 原来我才能看到那种 对 听说上次已经有笑到很多的 对 上过我的车子人都吓到 他们刚刚也吓到了 工作人 说实话 就是老爹 像那种后座挂了很多东西的 我们会希望给他建议吗 理论上如果挡到视野 就是说当你看后视镜 往后看的时候 如果有东西挡到 基本上是不太建议 因为这跟安全还是有点关系 对 另外当然就是说 东西越多 如果说当你在车辆有些碰撞的时候 东西会在车内乱飞 其实也有可能对人体有伤害 因为我也很怕一下打到自己或什么之类的 主要是安全视线 对 我觉得会有影响 对 虽然是一人用车 常常你可能觉得我坐在这样子坐 后面空间 什么方都好啊 没关系嘛 但就是有些小细节 对 你总是身为老大人就是担忧多一点 家长担忧多一点 还是要弄干净比较好 那我有看到 你有一个购车预算的计划表 对 我有一个购车预算 因为我其实过五年了嘛 然后十万公里 我想要其实预算抓在七八十万 七八十万是涵盖 我可能这台车如果卖掉 可能会不会可以补贴点 有有有一定有个购车金 对 可能百万内应该还OK 然后省油好停车空间大 差不多 因为我其实像我们平常在台北 停车蛮麻烦 有时候碰运气 可能停车阁啦或什么 所以我觉得好停车也很重要 所以车子空间要大 但是车子本身尺码不能太大 对 我真的 为我姐开Raffle 可能真的大休旅 我又怕我不好停这样 对 所以Raffle对你来说 就已经算大尺码 有一点大 确实因为小秋就是身形 也比较娇小 一百五十几公分而已 就可爱型的 所以找车子就要 我坐在驾驶座就要 车在空间很空长 宽敞就可以了 那你不要让我停车很麻烦 针对省油好停车空间大 七八十万的预算与需求 好的 曾经跟你一起试过车 对你很肯定的老爹 好 我们先给他建议的选项 好的 今天车在这里 来我们把纸板放好老爹 有 很抢眼的颜色 是你推荐给邱涵的GS吗 对这个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跟他聊过之后 他的需求 我觉得 因为他常常跑 你看五年开了十万 所以我觉得安全绝对跑不掉 另外就是说 因为他车高来到一六多 所以当你坐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个空间被放大 因为你的 但会不会他因此 要把椅子变很高 不会 椅子可以调 我觉得我倒觉得是还好 然后再来就是 先论 你要推荐这台车 颜值可以吗 我觉得颜值可以 我蛮喜欢的 蛮喜欢 对而且你看 我特别选这个蓝色 因为小车 我觉得要跳一点的颜色 可以大胆一点 对但是 但是我要讲 就是通常这种色 在两千的眼里 都是扣分的 就是以两千的 中古车商的身份 他们不懂得欣赏 不懂 鲜艳的 对 可爱的颜色 你可以买白的去贴膜也可以 那不是也是浪费 我也要跟你说 购车还是这样的 我们要满足于自己当下想要的 就是很多人是 如果都在为下一个接手的人 做考虑的话 有可能你没办法买到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对 如果我觉得是 你看到他你车子开五年 如果每天看到他 这个颜色都是你喜欢的 开心的 对 如果是我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车头 第一个你看到 大面积的水箱护照 其实这个是比较运动感的一个设计 而且你看他的边框还用这种雾银的试条 来做一个质感的提升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logo就很有质感吗 很有设计的MG 有没有 然后你看到他这个里面的这个水箱护照 也是用亮黑的我们讲钢琴烤漆 所以你会觉得整个车头质感是非常不错 然后有LED头灯 对 LED头灯之外 然后下方的七八 他也是用梯枝造型 然后再加上这个雾银的试条 然后有点往外扩的一个气势 所以其实像我们男生都比较喜欢这种 比如说水箱护照比较大 什么都是大 男生就喜欢大 气势 看起来就是屁股 气长一点 对 那整个线条我觉得其实也都很有 我觉得蛮动感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侧面看线条更明确一点 对 那他的车长四米三多 其实我觉得就是符合你小压 稍微再放大一点 那对你就是你带步 然后特别是停车的时候 像台北市 我觉得算是相当好听的 那因为有一些 你看像卖的最好的 比如说像RAV4 CRV 然后像他的老大哥叫HS 基本上因为车厂都接近四米六 那四米六跟四米三 虽然看起来好像 他太大 他觉得太大 对 我觉得就太大 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推这台车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他这个车顶架 可以承载七十五公斤的配备 所以如果说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越野 或者是野营的一些需求 这七十五公斤以内都可以 他以后还有派遣影片是户外生活的 对 有车顶架 它还是比较方便 而且车顶架是标配 重点是我们等一下进车内看 它有一个 天窗 同级唯一 其他都没有 真的 而且是全景天窗 不是小天窗 是这么大 这么大 其实虽然竟然可以坐后座感觉看看 对对对 你讲天窗 你坐近一下后座 感受一下 因为他肯定也常坐在他自己车子后座 没错 有可能拿衣服啊或什么 他那个空间感 他应该很明显可以比较得出来 他东西超多 东西超多 后座后箱全部塞满了 然后你看你比一下头部空间 你看至少 空间满调口的感觉 对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是你看西部空间 那当然也因为他个儿稍微比较小 所以西部空间表现是很好的 很棒耶 很足够了啦 很足够了 而且同级里面呢 他也有这个所谓的冷气出风口 对 然后两个充电孔 假设我有小朋友的话 不是假设我有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充电就没有 在美女面前就假装自己 假设 没有我今天单身 好的 然后乘坐的舒适度 你觉得还行吗 我觉得很舒服耶 OK 你会喜欢有天窗的车 胜过于没有天窗的吗 我本来是没有特别追求天窗 可是我现在一坐进来 看到全景天窗的感受 我喜欢这台车耶 吸引到我了 至少视野非常好 对不对 那你后 你开车的时候 你后座比如说 假设你的助理啦 同事啦 摄影团 就说至少看那个光 通透感就很赞 对啊 这个乘坐的这个过程 心情就比较愉悦 超喜欢的 然后你看 这边还有一些 来你看 这个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男生喜欢的 卡帽的试纹 卡帽 对就是看起来 比较热血 而且你看他还有用车缝线 虽然他是一台入门急势 而且单一车型 选择的小型跨街休旅 但他还是想要营造出一些 对啊 相对高阶车会用到的元素 你看那椅子也有 中央服务手 全部都有红色车缝线 就是男生看起来就有这种DNA是 蛮不错的 就比较帅 然后自备架也都有 我觉得其实非常不错 好 再来看他有大需求的空间 对 那车尾当然就是迪安刹车灯 然后LED的尾灯 这也都有 然后MG的logo 打开的话就是往这样 有沒有 这样推 他把它整合在这 整合在这个logo里面 所以你往上推 然后我直接往上拉就好 没有电动的 对 那以这个极具 我想极具 意思就是他车长四米三多 那他 我觉得他有很不错的空间表现 他如果都躺平 来到一千三百七十几 已经非常接近 所谓中型SUV 这个算是中小型 另外一个呢 他有一个功能 这个底板呢 可以这样子 往下放 就是深度会更深 对深度更深 你如果往下放之后 来到五百二十八 然后当然就是你把它摆上面的话 等于是下面多了一个抽屉 所以你比如说你有一些东西 就可以往下摆 对 就你藏起来 大家比较不用觉得 不想背 哇 满满满 赶快摆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 或者是你有一些经常性 你不会每天用到 但确实会放在车上的东西 就可以放在那 然后那天我跟他试试 他真的随身就带着两个行李 就是手提行李 就可以上飞机的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两大袋 对那我觉得其实都很够范 对 非常好用 然后你看两侧还有这边 还有多余的 都有凹槽的空间 对对对对 那这个这样板 当然就是也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可以拿掉 然后椅子可以六四分离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用 重点是因为他的车 虽然从以前的小鸭 到长大一点的小鸭 空间已经有放大 但既然东西这么多 可能找新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样的空间会更好 二方面是离地高这件事 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因为他一向开 对他不是开SUV的人 对 你会觉得开这一类车 有可能你视野会更好一点 会不会 我蛮我蛮喜欢视野高一点的其实 对 因为我也相较 我其实开低车 可是我如果突然开修理车 我觉得哇 那视野其实真的是比较广阔一点 因为现在你在路上 四面都是修旅车 你会发现你好像都被盖住 对我都被盖住了 对 好那我们继续进车内来感受一下 好上车当天窗打开 其实真的整个空间的那种通透感 他就立刻加了很多倍的感觉 对啊 而且其实你知道 其实很多超过百万的车 也不见得有全景天窗 而且天窗 有些是全景玻璃车顶 就是说你看到外面 但是他不能开 他是全景再加天窗 所以这个是同级 甚至百万多一些些 很多车其实是没有的 这我就很喜欢 就是前座的跟后座的看得都开心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觉得 再来就是男生 我先讲一下 男生就喜欢Carbon的纹路 我刚刚有讲 比如说你看前后座 后座也有皮革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T字造型的部位 连方向盘 有看到吗 方向盘你看红色车缝线 然后呢 两侧的门板 也有Carbon的纹路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算是质感的部分 他把它贴上去 然后你看中控台 排档杆 这些都是 这我是很喜欢 女生我不少看了有没有感觉 但我觉得 虽然不是真Carbon 对 但至少运动化表现就非常好 然后呢 方向盘可以上下调整 就是调整到你比较开车舒适的位置 这是很好的 那前方呢 有一个7吋的数位仪表 但是你会看起来很像12.3吋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两侧包含转速表 油量表 水温表等等 全部都是用液晶的画面来呈现 所以 虽然我们讲7吋是整个指中间 然后你一些行车资讯 行车电脑 车辆的 车辆的一些information 全部都在中间这个7吋 但两侧加起来 它好像看起来很像是12.3吋 对 所以我是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中后呢是10.1吋 那内建的蛮多功能的 比如说 呃我们讲 我们先讲MGPILOT 就所谓的Label 2 刚中医姐有提到 Label 2的这个 呃安全辅助 对 比如说有自动跟车 360度环景 车车盲点 车道至中 车道偏移警示 RCTA 还有速力辨识等等 全部都在里面 好 那当然如果你要调整的话 我们之前也有来宾 比如说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有点敏感 你也可以做调整 好就手动 然后这个像车道偏移 警示加辅助 你要关掉还是开启 好像这个你看敏感度 哇 低还是高还是标准 辅助等辅助的方式等等 其实还有行人 我不要我我都专心开车 行人这个自动侦测刹车 我要把它关掉 也可以 其实我很想问 像就像你自己的车 因为没有这些辅助系统 对 所以当然就是全部靠自己开车 对 因为你也试过了一些车 上面是有这些安全辅助的 有 你习惯吗 我觉得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要示意 就像我现在连倒车 我还是不会去 我开试任何车 我都不会去看到倒车显影 因为我已经太习惯去感受空间 然后我直接停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这也可以培养停车技术 我就还没有习惯去看 这叫开车基本功 但这个有360度 还是不错 对 我其实觉得蛮加分的 对 可能会轻松一点 基本功要有啦 对 但是如果有辅助的话 我觉得可以让你判断的更准 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它行程很赶很累 有可能 对 那360度我们让它看一下 来 这边 然后它也是同级唯一里面有3D 3D很酷耶 你看可以从左后 左侧 左前 正前 右前 360度 绕一圈 确认我整个车子环境附近有什么东西 跟什么人 是的 而且你出发前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我曾经就因为没有这个功能 嗯 我就刮伤了一台冰式 哇 就在我的右后方 因为我从这边上车啊 然后那边有一个 差不多膝盖高的水泥柱 嗯 然后离我很近 然后我就 直接就哼 我想说什么声音不会把下车刮到 心痛的声音 要花钱的声音 没错 没错 要花钱的声音 所以你有这个功能 就可以万无一失 所以这个功能记得要散耀 对对对 然后当然像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个基本上都有 但都是有线 嗯 然后下半端就是空调 然后跟两个这个充电孔 嗯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充我也可以充 然后CPT的变速箱 有陡坡缓降 还有循迹繁滑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集聚跟价位里面 我觉得你可以有最好的空间 然后我觉得算是非常满配的配备 包含祖安 嗯 然后这个所谓的天窗 我觉得天窗真的好赞哦 对 这样子开着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CP值来讲 而且你看哦 它这个品牌呢 虽然从去年 才进来台湾 嗯 它是 但是它今年呢 马上两个车型 就卖到一万三千多台 哇 对非常好 非常热闻耶 一款车哦 一款车就卖破外 嗯 这个在台湾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成绩 是的 嗯 而且这部车平均每个月大概成交都有五六百台 算是非常不错 就是如果以75万以内的价格 得到你现在也所看到的这些配备 特别还有新米的亮点 例如天窗同级剧唯一的话 我相信你对它已经印象很深了 我已经很深了 对 但是你也知道嘛 嗯 买车列清单 它就不会only one一台挂在那里 没错 同级剧都比较 因为同一个时期 强大的对手出现就是 对 你的小鸭 有的Yaris Cross 没错 大伟哥也想要带你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好好好 没问题 是我刚刚看到的Andy老爹啊 跟邱涵介绍 这ZS啊果然ZS是一台非常好的车子 但是在市场上 还有一台跟它也是势均力敌 甚至实力也是不相上下一台对手车 那就刚刚终于讲的这个小鸭 而且这小鸭也升级到Yaris Cross了 这Yaris Cross一升级之后 我想邱涵啊 你一定要看这台车 因为这Yaris Cross啊 它所具有的特色啊 我觉得跟ZS来比的话 它也是不分宣制 首先这台车ZS有大天窗 但是你不是天天坐后坐 但是你每次坐前坐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哎呀 你假如是买那个81万82万那草丸版 哇 打开那里 当你生日的时候会给你来个提醒 对不对 当你要修车 他也会来个提醒 哎 他那画面好可爱 我光是看到画面我就觉得 这个车子真的是有 对很疗愈 你现在就知道嘛 对 然后再来那个刚刚你的老爹说 哎呀这车子红色缝线 红色缝线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给男生开的 这台车操板是蓝色缝线 而且旁边还有这个夜色的氛围 就扑上撞的那种气氛 我觉得那是气质在升级 然后你说这个要什么车顶加什么的 它也有 然后动力上面当然都不分宣 都是它是1.5升的 106匹啊等等 就是你开的这台Yaris 它是基本上动力延续下来的 它多好用多好开多省油 在这部Yaris Close Summit 一样的 都是可以感受到 那你比空间的话来讲的话 这台车 你刚刚说在这台上面 觉得它空间很不错对不对 在Yaris Close Summit 它尺码相当 而且它因为前座下面 还有个镂空 所以你双腿啊 伸直都没问题 到后座 你不是要行李箱 要放行李箱吗 你不是两个行李箱 登机箱 对不起了 把它行李底板打开 它放进去 我们上次终于我们有看过 这车怎么 两个登机箱放进去 完全看不到了 就隐藏起来了 它是可以藏在下面 藏在下面 那感觉更大的感觉 对啊 然后这样子的空间 在这样上面 老爹你的表情 还很好 当然 我推荐嘛 对不对 他推荐CS 我就推荐Yaris Close 其实两部车都很厉害 它既有的标准空间 你可以看是28公升的 28的那种行李箱 26公升行李箱 或者26寸 然后再像其他的 它居然可以装上 八个行李箱 这八个 对八个行李箱 你就觉得这部车子 到底是有点夸张到无度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今天的现金的市场上面 大家都可以使出浑身解数 然后你Yaris Close 它就代表的就是 在既有的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 我给你要的这种小巧的尺码 然后可是冲 这个刚刚好动力 让你再失去好用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说你要好停车吗 对 它的这个回转半径非常小 它是通机车里面 也是相当小的回转半径 然后你知道有这样5.1 我记得是5.1 5.2 这样子的回转半径 你说是不是很好停 那至于在比安全的话 它安全像它的TSS 它也是这个基本上都有了 它为少就是TSS的360度环境 或者那个3D鸟看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群领天窗 但是就我来说了 我觉得这Yaris Close 它是提供三款车型 有三款 这个享乐 互动 潮玩 让你可以有多种选择 按照预算来挑 对 听到这里 小千你有没有觉得很难选 很难选 两台有点 我有点选不太出来 难分选制 对 难分选制 等一下还有一位要建议给你 就是如果你觉得Raffle太大 但确实现在Yaris太小 但也不一定只能选 小型跨界休旅 因为Carola Close 这台台湾卖最好的车 它的车格真的很特别 两千要推荐给你 好 稍后来看 马上回来 第三届金卡奖开分车牌 达人专家 言论最嗨 评件车种 数量最嗨 最有公信力的车牌正式 还不快上汪东西 力求黄金线 第三届金卡奖 达人 一分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